在6月11日秀林湘民友村的命案 经过本分局调阅灵性死者住家周围的监视器 还有清查他的交友状况跟现场遗留的激震 警方发现蔡南跟蔡南的简性妻子与死者有借贷关系 经过监视器比对 发现蔡南跟嫌犯他们的左眼都有一颗类质 那身材也比较吻合 而且蔡南因之前轻微的中风 他的走路的方式较为不稳 那跟监视器中的犯犬走路方式非常吻合 经过调查以后发现蔡南将手机关机 并且躲藏于台北市市林区的某处公庙内 并且将头发通通剃光来借以躲避追查 那经过连日的追查 专案小组成员在6月13号晚接7点 在台北市的市林区成功将蔡南逮捕 并且将蔡南的DNA送到监视科比对 那发现犯贤的与其DNA相符合 那本分局以刑法杀人罪 移送花莲DNA检察署侦办 那至于是否违金钱或其他因素呢 那这个还要尚待进一步理清 再次进行 再次进行